Trof教學之三種絕育傳送門分享與差異 這麼多種絕育傳送門有差嗎? 什麼是公共絕育、私人絕育、挑戰絕育 WIT這次要分享絕育傳送門的差異 目前有公共絕育、私人絕育、挑戰絕育三種 公共絕育在大廳有十字稿圖案的絕育建築 綠色傳送門就是公共絕育入口 按1等待配對,配對成功就開始,地形隨機 職業攻略公共絕育的最高層數是開啟私人絕育的起始層數 如用槍手攻略公共絕育到118層 用槍手開的私人絕育就是118層開始 用沒打過公共絕育的職業開私人絕育開始層數會很低 接著是私人絕育 公共絕育與挑戰絕育以外的都是私人絕育 職業攻略公共絕育的最高層數加隨機地形的私人絕育 在絕育工作台與活動工作台製作 職業攻略公共絕育的最高層數加火地形的火地形絕育 WIT藏在天空世界的副本獎勵箱與世界王獲得 火地形絕育全部樓層都是火地形 用來刷火地形才會掉落的龍蛋碎片 指定層數加隨機地形的指定層數私人絕育 由絕育傳送門標示層數開始 目前指定層數絕育20層到136層共15種 冒險世界的副本獎勵箱與世界王有機會掉落 一般冒險世界難度會影響掉落傳送門層數 低層數的絕育用來刷競賽職業排行分數很好用 指定層數加指定BOSS的指定BOSS私人絕育 都是128層開始 絕育的綠箱有機會開到 WIT還沒挑戰過這種絕育 詳細絕育內容不清楚 職業攻略公共絕育的最高層數加指定BOSS的指定BOSS私人絕育 絕育工作台製作或有機會在絕育綠箱開到 絕育工作台每天會有不同的指定BOSS私人絕育可以製作 月女跟妖精絕育有機會掉很貴的做棋 挑戰指定BOSS絕育還有機會獲得相關紀念品 指定層數加固定地形的挑戰簡單與挑戰絕育 挑戰簡單每次開啟都是110層 挑戰的層數是這週挑戰絕育打到最高的層數 挑戰絕育每次開啟每層的地形都相同 如挑戰112層是霓虹地形 這週開挑戰的112層都是霓虹地形 每週一晚上7點才會更換每層地形配置 絕育工作台可以製作挑戰簡單與挑戰絕育門 強大的拍賣場可以買到私人與挑戰絕育傳送門 如果絕育傳送門用不到又佔位置 可以放到拍賣場販售 最後是三種絕育傳送門相同與差異的部分 先介紹相同的部分 公共、私人、挑戰絕育都有成就 挑戰絕育成就最後一個獎勵可以兌換 解鎖惰性瑪瑙上線錢包 25層後每三層會出現黑箱 每週前6箱黑箱可獲得月魂與太坦魂與掠奪神力 可以獲得惰性瑪瑙加水晶加暗影碎片 112或113層開始暗影碎片與水晶綁在一起 有機會獲得15加絕育綠箱加暗影箱與旗子等等的素材 115或116層開始獲得乘數有機會獲得水晶四階裝備 網路資料有些是寫118層或地圖難度U10才會獲得 接著是公共私人挑戰絕育差異的部分 公共絕育沒有限制坐騎與翅膀 私人與挑戰絕育只能使用絕育的翅膀與坐騎 私人絕育可以途中邀請玩家 公共絕育與挑戰絕育無法中途邀請玩家除了 一開始一起進入絕育的玩家中途退出可再邀請 公共絕育開始後不可更換職業 私人與挑戰絕育開始後可更換職業 三種絕育分享與差異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請記得訂閱WIT感謝您 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如果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支影片見 掰掰 有關的影片見到欣賞 Cashin粉 發音樂 剛才請問的中邀請 最多錢沒有握訪 可不安 非常eng訊療 下支影片見到奶油 滾喔 滾喔 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